一輛警用公務車打雙黃燈 臨停在餐廳旁的道路 其中一名男子 提著好幾袋的禮品 後車駕駛因為車道被擋住了 只能跨越雙黃線照過去 事後將行車記錄器PO網 質疑警察的公務車 不知道執行什麼勤務 佔據半個車道 民眾只能跨越雙黃線逆向 才能通過 因為這裡其實路沒有很大 對 這樣會有點造成 如果有車子來的話會難行 他是如果在執行公務的話 就沒什麼關係 要體諒一下 你們就覺得還好 下來一下下就把車開走了 不行啊 也不行 我覺得不行啦 按照規定做好就好 事發地點在台中西區 五全西四間 時間是9月13號下午1點多 找到公務車所屬的單位 是台中市一分局 警方誠信當天是因為 邦交國圖瓦魯的國會議長 到台中某餐廳用餐 配合執行外賓勤務 並載送貴賓到高鐵 結果遭到民眾質疑黨道 不過警方也強調 現場道路地上劃設的是黃線 當時只有林廷 裝卸維安人員的後勤補給品 之後就馬上離開 沒有超過三分鐘的規定 警方強調林廷行為 沒有違反道交條例 但後續還是會精進 勤務車停放的位置 以免造成民眾觀感不佳 TVBS新聞李陳佑羅惟欣 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